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厌厌夏日大家会想起吃什么甜品呢? 我就想起雪糕了 还是酸酸甜甜的 士多啤梨雪糕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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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今天这款雪糕我就会用到雪糕机 在这个时间我已经将雪糕的内胆 放了在冰箱冰箱冰定了 首先我就做了这个果酱那部分 用到这个新鲜的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如何切会比较好些呢? 因为这款雪糕呢 就会吃到粒粒的果酱 如果像这些那么大粒 我就大概切到那么大粒 我就选了一个美国的士多啤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士多啤梨比较实正 耐煮 我就想雪糕可以吃到粒粒的效果 而做这些水果雪糕要注意 就是水果的含水量 会影响雪糕的口感 所以耐煮的士多啤梨是很重要的 好了 士多啤梨都切好了 就全部倒入锅中 另外这里加入的糖大概是果肉的15% 煮出来的果酱会酸酸甜甜 好了 加上少许柠檬汁 大概1汤匙左右 把它搅拌均匀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将糖加进士多啤梨之后 可以不煮 等糖的士多啤梨 让它的水出得多些出来的时候 煮起来就会方便很多 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等了 我就直接煮了 这个大概煮15分钟左右 直到果酱煮出来的量大概是一半左右 待会我都会量一量它的重量 现在这里我用的士多啤梨大概是200克左右 加上糖的时候不超过250克 剩下来的果酱大概是150克左右 都可以的 好了 果酱就差不多煮好了 大部分的水分已经蒸发了 我预计这里是原本的重量的一半左右 也可以磅磅磅磅磅 好了 已经是差不多一半的重量了 如果还未够的话 可以回转后再煮 让它的水分尽量收干少少 那做出来的雪糕就会更加滑了 好了 果酱煮好了之后 室温放冻之后就放入冰箱 冷冻它先 接着下来就会做雪糕的基底部分 这里有两只蛋黄 加上砂糖 一起打混合它 可以的话尽量选择蛋黄 不要选择那么红的 因为这个雪糕的底色是白铝透红的 如果蛋黄的颜色太深 就会抢了士多啤梨 滲出来的淡红色 好了 将蛋黄打到白白鼻 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下来就是煮忌廉和奶的部分 好了 这个忌廉 然后这个奶 全脂奶 好了 加上砂糖 和少许盐 盐的作用是令到雪糕吃起来 就有层次一点 就不单纯只有甜味了 好了 搅匀了之后就可以开火了 搅拌底下 让砂糖溶得好一点 好了 煮的过程是用中火来煮 大概煮到70度左右 那我就会放回温度计下去 方便可以探测到温度 已经煮到70度了 先关键 好了 接着呢 就将这个奶加下去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了 先将蛋搅拌均匀 加少许的热奶下去 搅拌均匀了 再加少许 其实跟一般煮奶黄酱的做法是一样的 避免那个热奶一下间加到蛋里 令到蛋起蛋花 如果这样的情况就不要了 慢慢加就很安全的 加了奶下去之后搅拌均匀 好了 加到差不多了 它们的温度也拉近了 这样就可以倒快点 可以继续倒下去了 好了 搅拌均匀之后 再倒入这个锅里 好了 都是用一个中低温来煮 煮的过程都要继续搅拌均匀 这个糊大概要煮到的温度 是去到82至84之间 总之不要超过85 为什么要这么特定的温度呢 因为蛋在80度以上 其实它的菌都可以杀光了 另外就是说 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有机会会起蛋花 又或者是蛋的味道太出 就会抢了雪糕的香味 对了 当看到有点烟霧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温度计刷进去 看看真实的温度是多少度 就不要猜了 好了 温度已经到了 来一尼火 在这个时间我就会把这个雪糕液 再过滤一次 如果当中有一些熟了的蛋 都可以滤出来 过滤完之后 这个时间我就会把刚才煮好的 士多啤梨和火酱加上去 这个果酱我已经大概预计了100克 拌均匀之后 室温冷了之后 然后就包回保鲜纸 最少冰两个小时 冰至冰凉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冰凉机的部分 冰凉液就放冷了 在冰之前 最好就包回保鲜纸 而包这个保鲜纸 就是贴面这样包的 贴着面包的目的就是 不想它表面形成一个硬膜 另外在冰的过程也冰得比较快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冰箱大约冰两个小时 直到它完全冷了之后 就可以准备冰凉机的部分 这个冰凉液就冰凉了 冰凉机的内胆 我已经预早一天冰了 先开了那个胆 让它转一转 空转一段时间 大概空转30秒左右 我将这个冰凉浆加进去 在它转动的过程中 是不需要搅拌的 我就加上一个盖 让它里面的温度 不要散得太快了 大概都要15至20分钟 才可以变成冰凉 好了 冰凉打好了 浸一浸上来看看 好像这样 就已经可以了 这个盒我就先放在冰箱 冰过来的 放在冰箱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容易溶 如果没有冰箱机 仍然想做这款冰箱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手做 在刚才的冰箱 煮好了 放冰箱之后 就直接入冰箱 冰硬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 拿出来用叉 抓松它 抓松完之后 再放入冰箱 这个动作重复做三次 就可以做到比较类似 这个冰箱的效果 好了 冰箱做好之后 抹平表面 盖上盖 放入冰箱 冰箱 冰硬就可以吃了 好了 冰箱就冰硬了 你腹冰箱就有少少技巧 就预备一碗暖水 这个冰箱就放进去浸一浸 然后就倒入水 好了 吃的时候 可以放入士多啤梨 就更加吸引了 好了 今天的士多啤梨雪糕 就完成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